在政府限制郊区协和单位数量 以及降温措施的双重冲击下 协和公寓市场疲弱 数据显示 新单位和转售单位的成交量连续两年下跌 今年首11个月 只有1000多个新单位售出 而转售单位只有100多个 来看记者聂国威的报道 新乐国际提供给本台的数据显示 新协和公寓的成交量 两年来持续下跌 从2012年高峰期售出的 2877个单位 下滑到今年首11个月的 1094个单位 协和单位的面积 一般在500平方尺以下 这些小型的单位 或协和单位 在2010年到2012年的时候 都很受这个投资者的欢迎 但是自从政府推出一个 这样新的措施 就是说在某一个项目里面 不能够有太多的这个协和单位 这个协和单位的 这个供应量就减少了 至于转售市场 转售的单位也从2012年 高峰期的125个 减少到今年首11个月的101个 分析师指出 转售市场的交易更稳淡 因为买家面对贷款限制 和额外买方印花税 而卖家如果在4年内 售出单位 必须缴付额外卖方印花税 分析师指出 明年和后年将有6200个 协和单位竣工 不过到了2017年 竣工的协和单位将明显减少 这是因为这一两年来 推出市场销售的协和单位 大大减少 因为在未来的两三年 会有很多这些公寓会建好 而大多数的有一些公寓 是买来投资的 因此有很多这些空的单位 是在找这些租客 分析师指出 由于供应多了 同整体私宅市场一样 协和单位的租金将面对下滑压力 预计明年可能下滑5%到10% 新传媒新闻记者聂果卫报道